16万人考美国数学AMC-8 台湾10岁童满分 2012年美国中学数学分级能力测验AMC-8 日前公布成绩 全球16万人受测有213人满分 台湾占34人 比例近1成6 比去年增加5.4个百分点 年仅10岁的西湖国小五年级生江子兴 是本届台湾满分生当中年纪最小的 大部分他们考到国 就是我能力所得到的情绪 我觉得有点简单 江子兴的妈妈说 她从三岁就有数学天分 并没有特别训练 可能对数字比较敏感 大家三岁多的时候 她把我给你什么东西什么多少钱 我算了我半天算不出 然后她方便突然冒出一个答案 我吓一跳 我想她怎么算那么快 江子兴说自己的数学能力 是靠不断解题训练出来 她习惯用订书机把答案订住 无法解题才会打开 想不出来不能够看答案 然后要继续想 但我算超过20分钟 就把这十分之处 美国中学数学分级能力测验AMC-8 程度约略是台湾国中二年级以下 承办的九九文教基金会表示 考满分显示数学程度已有国二水准 台湾学生平均成绩高 数学表现优异 十年二十年后 我们台湾的竞争力就在这些孩子的身上 你们表现优异呢 你们未来承担的社会在你们更大 动新闻 好多的台湾之光 报道